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商业周刊的一个 做了封面的标题 很重要 但是呢 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敢说 那就找来一个热血教师很敢说的 黄毅宗 哈喽 嗨大家好 百万父母艰难的选择 我现在是在念标题 公校失灵 私校就读率 九年增加25% 台湾教育为何迷途 好的确今年我问过很多私校 私校有办学好跟办学不好的 只要是办学好的 的确是很多家长就开始运作 甚至啊 比如说为了要念那个完全中学 幼稚园就开始进去 这样他就一路上课一直念到高中毕业 甚至有的私校 还有大学 因为他们是学校的 可能跟国外已经有联盟了啦 国外大学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至少就比较安心了 这件事情其实我先不要讲我老师的身份 光我是家长的身份啊 这件事情我就已经强烈感受到 为什么呢 我的太太啊 因为我们太太就大家很多那个孩子都蛮小的嘛 他们现在干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已经在那个要准备要进私小 私立小学 对 私小还不是私中 我跟你讲我当时就是坐的太晚 就算有关系真的都没有用 已经在乔私小 就已经在买那个学区房了 然后就是私小 然后一路就是到私中跟那个国中 那这里上周这个数据让我看到 我虽然是没有亚裔 但是我觉得有数据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比较深度的讨论 你把数据念一下 他这里提到就是说 台湾啊国中层我们就讲过 因为他这里主要是focus在私立国中 每七人就有一个人念私立的国中 那这个比例呢是 以今年来讲是14.6% 那当然大家你看到14.6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好像还很少啊 他2014年的时候才有17.7% 那到了今年2023年10年之间 他已经到14.6 而且这个数据看起来只会往上不会往下 但我必须从另外一个方向解读啦 当然这也表示一哟 只是其中之一 台湾父母 因为你的现在的这个父母教育程度比较高嘛 也就是经济力也在往上升了 所以他们付得起 其实私校付的钱真的挺多的呢 对 那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 所以现在15%的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进去 可是我自己就 我自己所探听到 跟我自己的生活的周遭 很多那个双薪家庭 很多朋友是双薪家庭 那现在只有一个孩子 所以双薪家庭养一个孩子 虽然有点辛苦 但是他们都已经决定了 从国小就要把孩子送进去 是的 因为经济力比较有提升嘛 但是背后一定有一个巨大的原因 没错 跟经济力无关的 就是说他所住的那个地方 他们买了房子 然后他们住在 我就不要讲在哪 新北市的某一个地方 那照理讲他小孩子一定是有学区嘛 因为他买房子 他一定从国小国中都有嘛 是 他为什么他从国小 他就不要把孩子送去 他原本那个学区的国小 那这里面一定就是 他知道送去那些地方 他可能会担心他的孩子 就讲白了就学坏了 或者是霸凌嘛 校园霸凌案 其实我后来发现 这个同学 大家还不怕这个小孩学坏 因为学坏是去欺负别人 被霸凌更惨 尤其今年那个新闻 很不幸那个新闻 新北市那个孩子 就是一个15岁的孩子 被另外一个15岁的少年 把那个就杀掉了嘛 那那件事 那是太可怕了 所以你看这个商周 他这个报导 他就说光这个报考人数 他因为他这边提了 很多指标的私立国中 报考学生的征服 等一下我们就随便举几个例子 严平中学 特别是严平中学 人家办得很好 他的那个报考人数 今年是3800人 跟去年相比 征服是38% 够38%的人来扣 对 东山国中 那个歌喉案那件事情 对这个失效的噪声 就是变成是 好像是一个催化剂 对同学 爸妈真的会担心 现在都是一个孩子 两个 而且不只是台北 我们那边有桃园的资料 桃园的振升高中的国中部 征服报考人数的征服 也是33% 然后我们再看高雄 高雄的道明中学 征服是28.6% 但是说 都够要三生 我觉得那个数字是真的是很大 特别是说现在家长会拐到 怕孩子不管是 就是这样讲 可能怕被霸凌 或是其他种种原因 其实他这里杂志里面有提到很多 就为什么家长 都倾向把孩子送去私立国中 除了怕被霸凌以外 还有就是说 有人说 因为现在我们如果送去公立国中的话 我们还要另外去补习 对 算起来也没有差很多 尤其去补习 对不起谁要去接送 如果妈妈不是家庭主妇 怎么接送 那像我们那种双心家庭 那你孩子就是练国中 下课以后他还要有人去接送 然后到那个补习 补习习也是另外一笔钱 所以他这种私立国中就是包套 从早到晚就是帮你包好了 所以其实那个学费一来一往之间 虽然我整体来讲 私立学校的学费 还是比公立学校加补习习习习的高 但是那个差距已经没有你想的那么大 如果你算入机会成本 比如说你自己清洁清送 然后在旁边玩手机 不能做自己的事情 那如果是有一些薪水比较高 你要去算每个小时的机会成本 大家算一算 总共那个账本会变成私立学校比较划算 而且私立学校其实服务做的挺好 因为我家小孩 我不太爱用自己举例 因为人家都会说你可能是个特例 比如说他的中学三年 两年念公立的 一年念私立的 公立学校有时候真的 我没有办法找到人 可是私立学校 我每天都会收到说 家长你好 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功课 如果万一有什么问题 私校的老师服务很好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公立学校现在基本上服务也做得很好 真的吗 我们现在公立学校老师 新生的时候都要邀请家长来学校 然后就要成立一个班的赖群组 那个基本上就是服务到家了 所以家长就算很晚的时候传简讯给 传类给老师啊 就算老师已经睡着了 他隔天一定都会马上会 所以这一点我要帮我们现在公立学校讲一下 真的现在也必须要做到这样 公立学校已经私立化了 天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好 就是说服务多一点不是问题 可是问题现在是为什么很多孩子 他不要来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我们也愿意服务啊 所以除了这个这里面杂志提到 就是说还包括现在就是可能像 就是我觉得筛选学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知道现在以前我们早期 淡如姐跟我那年代我们都有那什么被计三大过 就是什么退学转学 一中你的年代跟我年代已经有很大的差别 我那个年代我一直到念考大学 我才知道一直到后来来念北一女 我才知道这世界上有私立中学 因为我们宜然没有啊 当时我以为如果我考不上公立学校 我人生就毁了 真的从来没有第二个choice可以选择 你那时候你至少还知道有私立中学吧 但是我们也念不起 但我是说我们那年代是这样 就是你在公立学校表现不好 你可能会累计满三大过 以前是这样高中就是退学 我们那年代高中就直接退学 那如果国中因为他是那个医务教育 90医务教育 所以会强迫辅导转学 或者就是叫你在家里 反正就有很多方式 反正或者是有时候你很好 但有一科老师故意当你 你真的是紧张就半死 因为你可能会因为这样被留级或被退学 高中有留级 而国中就是 现在都没有 但是现在的重点不是 我现在讲是说 我已经问过 现在不管是国中或高中 公立高中或国中 就算被记满 不要说三大过 就算他被记得十支大过 十支大过算是这个小孩子 应该是蛮坏的 就算他一样可以在这个学校待到毕业为止 他顶多是拿不到毕业证书 他会拿到一张叫异业证书 可是现在的教都好像想要送神一样 赶快把他送出去 就我们送不走 迷人不理他 问题是我们送不走 他会在学校或班上捣乱的结果是 他会让很多那些比较乖的孩子 最终他不敢选择 就是他不敢念公立学校 他的爸爸妈妈知道 如果能力可以的话 就把他转去私校 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聊 你刚刚说是私校可以选学生吗 我觉得因为最近案件实在是很耸人听闻 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私校其实我后来发现 他们不是在选学生 他们也在选家长 幸福好时光 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这是商周的一个封面 疯狂私校潮 今年尤其有百万父母 就是都把小孩 希望他能够念比较好的私校 自己比较放心 当然是受了社会案件的影响 刚刚黄义忠说 他可以选学生 这是事实 但他也可以 其实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们中广 也有很多私校 就是在招生的时候来接受访问 你仔细听 在选父母 选父母不是在选有钱没钱 而是选理念相同的父母 有 那这到底什么意思 所谓的理念相同 因为其实很多家长会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 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他们认为私校的管教 他们是满意的 那这个管教如果用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教育的这个理念来讲 有时候那个管教可能不是 合乎我们现在的想法 比如说 像我们现在工艺学校 我们不会要求学生一定要穿的 全部都是制服 然后发型这些 我们基本上都开放 我们认为那是教育松绑 可是在私校 他反而是有点 有些私校反而是强调说 他们就走这种军事化的管理 就是头发都不能懒烫 然后衣服都是要穿他们的制服 但是已经可以长头发了 没有那么变态的像我们以前一样 有些陶渊的私校 他是崇尚军事化管理 他甚至还要唱什么校歌 然后走那个什么台步这种 他们用这种方式去凸显说 他们的管教非常好 然后反而是有一群 吸收到一群家长 他愿意把他的孩子去送 那三年把他送去那边管理 就像刚刚淡如姐提到 那个就是叫做选家长 家长他们就是强调说 我们是比如说他的学校就是 我就是军事化的管理 我就是这一套 你如果赞成你再来 难怪如果你是自由派的 那你就去别的学校 反正我也不缺人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反而他用这种方式 吸引到更多的家长青睐 然后希望把他孩子送进去 那我现在要讲的事情说 但我觉得这个是OK 就是私立学校本来就有办学的自由 就是说他不管他这个学校 就像我们有三菱的实验小学 他是崇尚绝对的大自然 那也有这种军事化的 我觉得这个是青菜萝卜 各有所好 我自己在公立学校教那么多年 我以前也在公立国中当过导师 我担心的反而是阶级的那种双风化 就是说六载调的家长 你可以把孩子送去 不管是我刚才讲 三菱小学或是那种军事化的那种思想 都可以 可是有些家长 他必须他就是只能把孩子送去 就是学区里面的这个公立学校 但是公立学校里面如果有一些状况 就像我们说这些是新北市那种孩子 你知道那个孩子是怎么样吗 他原本是在A学校 那个杀了那个孩子 他原本是在A学校 他干哥干妹原本是在A学校 就被A学校 就是有点请走 好不容易把他请走 就那种感觉 那他到了B学校以后这个炸弹就炸开了 其实对啊 那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就学权利嘛 那你也不能说什么 但私校可以不要收这些人 尽管你家长债有钱 你要是塑形不良 他可以不收 那光这一点就差了很多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说 那因为有一些这种 那其实我觉得那个孩子 你说那个杀人的孩子 你说他真的是 应该说他比较不适合这样的教育环境 但是他其实也有适合他的这个 可是你把这个孩子放到这种 一般的这种公立学校 然后跟其他同学这样上下课的时候 你等于是把他 他也很可怜 因为他也不适合在这里 那你把他待在这里的情况下 最后就会 其他的也很可怜 就好像一个鱼缸里面 你突然放进了一只死人鱼 对 是不是 你死人鱼可以放在死人鱼的地方 或者你把他混在一起的结果 就会造成这个悲剧 那现在结果就是 公立学校有一些家长 他可能知道他的孩子有些状况 就是在那个环境 可能有被霸恋的情况 可是他没办法走 因为他也没办法把孩子送去 对 因为他没有经济力 没有谈判权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连美国都是 加拿大也是这种状况 现在他们最好的大学是什么 难道是公立的吗 没有全部是私立的 每个越优秀的小孩在读书的期间负债越多 而且是负债累累 有的一辈子都还不完 是不是 那如果你念的是 比如说私立的大学 跟你念什么州立大学 或市立大学 你去华尔街看看 谁要你公立学校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其实教育已经被贵族化了 在所有民主国家都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一直不希望所发生 那这样就变成说 你家境好的孩子 从出生的时候 他一路 从幼稚园 国小 国中 一路就是 他就是可以走在这一条路上 稳稳的 可是其他的家长 他没有那些材料 你说 当然这里面会有些少数 粗类罚 是很不公平 有些小孩子 他可能真的很会读书 拿到奖学金 可是那种毕竟是 凤毛麟角 其他小孩不就是 困在这个鱼缸里面 其实就是 而且鱼缸的状况 越来越糟 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你说是老师的责任吗 当然不是 老师也是鱼缸里面的 一只怕食人鱼的鱼而已 对 那个食人鱼 那个食人鱼 如果真的有食人鱼 那个 其实之前也有 我问你 那个学校的老师 现在有多大的阴影 就是 割喉案的那个学校 我相信老师都要去 其实不止那个学校 类似的学校 这些小孩 真的 因为我之前当过 有一位当过国中导师 我们那个 学校里面也是很多这种 就是 那个孩子已经不能用 一般的辅导管教去管他 因为他基本上外面有帮派 对 他动不动跟你说 老师我给他看伯爹 而且我看伯爹算客气 他没有 带你带你很客气 而且我还听说 因为现在诈骗盛行 你知道 你说诈骗证 跟这些什么关系 他们搜这个车手更多 所以 他们那些高阶的那些诈骗集团 他们现在都很流行 来国中 搜这些车手 对 有的什么18岁在装检察官 对 然后搜了这些车手以后 然后他们就平常就是 等于是他们诈骗集团的下线 然后 因为背后 所以 然后因为平常就是跟这些混在一起 所以他们 这些小孩子下课以后 你知道他们都很 叹着嘴唇 当车手也是可以分论 然后他们从小就 你知道那个 其实是新北那个孩子 那个 之前就杀了那个小孩 他那时候不是杀人吗 他的IG Po什么你知道 他坐在那种 双逼的那种豪华轿车上面 在那边拉K 车子还有天窗 他真的不怕 反正他未成年 对 他未成年 而且第二方面是 他觉得他这个行为 可能让他背后的老大欣赏 因为你知道 这些诈骗集团跟那些帮派 他们要收这种够狠的角色 而且因为他未成年 所以他不会被判辑刑或太多年 出来绝对几年就是好汉一条 不只好汉 他军医里面关一关以后 出来以后 这些帮派都有些 就会觉得 这个记得少年那够狠 然后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 其实也是 好那我们用商业周刊的那个访问里面 这也算田野调查了 一个家长透露说 私校管理比较严格 也会筛选掉不OK的学生 后面那句话还蛮经典 我就当做是买保险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孩子是死的得的 对不对 这个痴心父母鼓来多 其实我的那个博士班毕业典礼已经举办完了 我真的没去 但是呢小孩的毕业典礼 在总共只隔一个礼拜 那我自己的毕业典礼要出国 对不对 我的答案就是 我参加我小孩的 没有参加我自己的 然后他的毕业典礼是8点40开始 在台中 我要从6点钟从我家做捷运 然后 花了两个多钟头才能够赶上 只因为呢 我其实一直觉得说 你有没有要领什么奖吗 妈妈是不是可以 反正我的毕业典礼你也没有参加 但是爸爸说不行 因为爸爸那天要上班 不能够请假 爸爸好像也请假了后来 然后小孩在回答说 我爸妈会不会来的时候 我家小孩也真的挺厉害的 他就跟老师说 我希望我爸爸妈妈都可以来 于是我中广也请假 然后你看 是不是真的 我们这个做到孝子 没办法了 我现在自己有小孩 我完全心有七七一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 你不能不到 他会心里充满阴影 连幼稚园都要到喔 我怕的是他不让我去 有些孩子他就说 爸爸妈妈不希望 就像我自己毕业的时候 我都不希望我爸妈来一样 但我现在当了爸妈以后 我真的是会想要 就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他愿意我去 我真的是 怎么样我都会去啊 我们不能把自己那带来跟那个 对我们爸妈而言 毕业就毕业要什么习气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 孩子是我们的宝 我们自己需要毕业典礼 我们就分享 因为我们是完全中学 国高中 我们那个是 因为我们以前为了 配合让家长来 我们是办在晚上 就希望说家长可以来 那个时候 因为晚上 他毕业完都已经十点 大家都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今年就改成是 早上跟下午办 结果我要讲的是什么 你知道 那个看台区啊 我们学生在那个礼堂的中间 我们上次是看台区 全满 你以为你在看棒球 不是 因为为什么会满 因为可能有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因为他是他家独子 所以我们就都必须到啊 手上都是花束跟礼物 所以事实证明一件事 我们那时候体贴 本来讲希望家长可以来 然后我们都办在晚上 其实根本不用 你办校你办早上 那家长一样都请假 全部满满的看台区 我老公一整年 哪有请过一天假 就这时候请假 阿你就知道 现在孩子对我们来讲 有多珍贵多重要 没办法 我们都怕 当那种重要时刻 缺席的父母 那种罪状很恐怖 所以换个角度想 就是说 所以为什么 即便私利需要 他的学费比较高 那对家长的经济负担比较大 可是你们看到 有多少家长 他就是愿意 而且像我那天 我朋友里面有多夸张 你知道吗 他后来他还是送去私利学校 他在新店的山上很远 什么学校我就不讲 我大概知道了 笑车哦 他还包笑车 然后小朋友是早上6点50 就笑车就会来接 然后就要送到那个新店的山上去 然后下课以后 再一路这样子 回到家 那这个钱他都愿意花 而且他们觉得非常的值得 你就知道现在已经 明明家里旁边就有学校 他就不念 他就非要把他送去 校车送到新店的山上 当我不是父母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些父母很疯狂 神经病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一直从小念 我家旁边的学校 发配我念什么 我就念什么 我心里想说 干嘛这样宠坏孩子念私校 但是当你是一个父母的时候 你明白了 有些事情 环境是不一样了 当你在国中被霸凌过的时候 你可能更会有心有戚戚 我现在讲就是我自己的例子 你不要看我这样 我看我现在就好像很臭屁 我在国中的时候 是被霸凌了三年 我念的就是那种传统的公立学校 新族的一个很普通的公立学校 为什么会被霸凌 说来有点尴尬 就是 我那时候成绩不错 班上都考 然后你说 是因为你很聪明吗 不是 是因为 已经被挑走了 我们那年代还有人情班 虽然他是常态分班 那个学校 他有一些 有关系的可以选老师 家里有后台的 不管他是老 他的爸爸妈妈 反正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他们都被挑走 所以挑走以后 剩下的那些一般的 就是在我的班上 那所以我怎么考试 分数都比一般同学要好 这样就会开始被霸凌 所以你念普通的班 但是成绩比较好 大家就充满嫉妒嘛 就觉得说你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再来 班上还有同学会 会勒索 你看你的年代跟我已经不一样了 勒索很正常 我那年代没有勒索 勒索 勒索 同学要我帮他作弊 这个我做了 成绩比较好 考试的时候 他们要你帮他作弊 这个我就做 因为你不做 你一定会被人家排挤 可是跟我拿钱 我就觉得这个钱只会越给越多 一开始跟你要10块20块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会养坏的 因为我有看到同学 就是一开始可能打几十块 后来他就是开始拿大钞 一百两百 那我知道这个是无底洞 所以我跟他说没办法 我说我没钱 一次没钱 两次没钱 第三次开始 就是在扫地时间 我就被教训打了 就是这样 请问要教训拿来打什么顶楼吗 我看日记是这样 不用 就是在班上而已 在班上的后面打 然后全班的同学都知道 然后大家就默不作声 因为怕被卷入 因为你只要出来主持正义 你就是成为下一个被教训打的那一个 你们这个学校风气实在是 很可怕 那个学校其实我一直不想讲的 所以我就说环境不一样了 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情况 在我们现在的学校还是会发生啊 现在更严重啊 你看从科科案出来 大家就知道 以前也不会到达这个程度 对不对 当然也有啦 我们有看过那种 不明不白 因为他们现在进化 现在有网络 有IG 所以这些不良少年 他们会透过打人这件事 然后再把他po到网上 去强调说一个大块 而且以前的帮派也不敢这样 你看现在的人 照片集团 其实才是最可怕的帮派 对对对对 比黑帮更可怕 黑帮至少不会把人 拿去卖器官耶 是 那这样的上校有 一连串 所以变成现在很多学校的 这个环境 让大家 孩子也害怕 家长也害怕 好我们等一下再聊 幸福和好时光 这个话题不太幸福 这是商业周刊的主题 我们在探讨 我们在探讨 为什么大家送去当私校 说真的 因为我很晚才有小孩 我看到我旁边的父母 都是把小孩很多 都送到私校 我就会觉得说何必呢 我们从小不是公立学校 就念到大 可是后来慢慢的 我也发现说 状况有一些转变了 那 其实我一路念公立学校 可能我们在宜蘭 比较纯朴 我说真的 因为我们叫后山 那念公立学校 因为我们没有私校 当时 也完全没有选择 我从小到大 知道有人去帮 企图帮老师看布袋 但是呢 好像也没有打得很凶 可是我从小不知道 什么叫霸凌 后来我仔细回头 我有反省过自己 我不要霸凌人家 不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打不过别人的人 这是很会用技巧的 但是我会感觉到 虽然我够尷尬 但我的小孩很单纯 他大概没有办法像我这样 就是 我不欺负你不错 而且我们那时候的人 真的比较纯朴 也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好制裁你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刚刚前面提到说 我国中被霸凌过 被欺负过 但现在的霸凌已经进化了 因为我们现在有网路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因为我自己很多朋友 在国中当身教组长 他们跟我讲 我就问他们说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跟我说 因为现在这个网路这个生态 会让他的上下有连得很绵密 就是说 以前要把这些少年拉去黑帮 可能还没那么简单 你这个观察角度很好 他现在是直接透过网路 就直接把你吸进那个群组 你爸妈也不知道 不知道 就进去 然后进去以后 他们就会互相比狠 那你知道怎么样比狠吗 狠就是透过网路 所以你看到那个什么 有没有那些爆料公社 不是有那种 很多那种 国中生打国中生 然后叫他下跪 然后为什么我们都会看到 因为他把他po上网 他为什么要po上网 他要强调说 他就大尾 他搞得很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大家就开始耍 比以前更狠 就是说跟以前黑帮比的话 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少年 他们的下手更重 而且他们的法律知识 比以前更厉害 他们都知道 按照什么少年施政处理法 我怎么样又怎么样 因为他不会怎样 然后我还可以请律师 他们的黑帮就帮他请律师 所以他们的法律知识 比你老师 比你的警察还厉害 是的 诈骗集团也是最厉害的 他们其实把那些小孩交到很成功 结果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变成这些小孩 如果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是横着走 横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我讲两个例子 你就会觉得很讽刺 我以前在新北市的某国中当导师 那时候那些学生 他们下课抽烟 你说抽烟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那年代抽烟就在车手抽 我们那年代也有 在车手抽 他们现在在走廊抽烟 你再讲一次 在班上的走廊抽烟 大家都假装没看到 那老师下课不是会经过吗 你知道老师们怎么样吗 前面有个楼梯你知道 就提早赶快下去 他就是当作没有看到这件事 然后就赶快 因为你老师过去叫他不抽烟 你到底下课你等着被打 所以这是一个现在的这种生 然后所以你知道我以前那个学校 下课的时候 就是放学的时候 老师不走正门 我们开侧门给老师回家 学生走正门回家 老师走侧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些正门啊 很多那个骑摩托车的那些 靠一些少年啊 都在那边等他的 不管是他的学弟或学妹 要上摩托车 所以如果你是老师走正门的话 他们就会说 就是这个啦 今天叫我不要抽烟 就是这个啦 这个华英宗叫我不要结婚啦 好怕 那外面很恐怖啊 所以我们那时候教书的老师 下班都是走侧门出去 不要避开这些这个 你看现在已经到这种情况 所以我就觉得 然后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我在桃园 有一次去桃园演讲 就反正有时候去外面演讲 那演讲完有个老师 就载我去坐车 然后在车上我就跟他聊到 我就说你们学校怎么样 还不错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说 洪老师我跟你讲个秘密 一个 他说他们学校的老师啊 是不念他们自己学校 厉害我意思 就是说老师的孩子 不念他自己教的那个国中 那为什么呢 就是有些状况 然后他们宁可把他的孩子 送去附近的私立国中 你不觉得很讽事吗 他爸爸妈妈在这边教书 结果他的孩子不念他自己的 理由是因为 爸爸妈妈就是这个老师知道 他们学校有一些状况 这个状况是这些老师 可能没办法handle 对 而且他要是老师的孩子 他可能在里面会很惨 你看一下 商业周开这个疯狂私校草 我念一个跟你这个可以呼应的 他说他们的第一站 来到一个台北蛋黄区 位居台北市前五的公立国中 就是历史悠久 他考上建中北一女的几率是很高的 但是在校园内举办着一场 剑拔弩张的座谈会 有一个叫小华 这当然是化名 他说我们选公立国中 就是希望让小孩不要在温室里 被过度保护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心理 课业压力也不要太大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会让他变成失学 那他这个 当场还有找议员来 现在家长也是挺厉害的 他说呢 国一开学短短三个月 小华的小孩 他的班级就换了四个数学老师 前面是数学老师请长假 学校聘来代课老师 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 其实这个也是老师的份额的问题 然后教学的品质量又不起 有人只放影片就算了 所以呢 校长就说 我们也很努力啊 但没有办法 老师受到教师法的保护 他有请假的权利 所以小孩数学就等于没有学 对不对 然后他后来就是 这个家长就来学校开会说 我们现在就是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转学念私校 第二个是自己付钱去补习 那本来是要想念住家旁边 要让孩子多睡饱一点 现在就变成说 周末还要去补习 补一整天的数学课 还有呢 那个开学第一周 班上就有同学怂恿大家一起告老师 因为老师帮大家订了参考书 按照规定 就是公益学校 确实是不能订这些参考书 你看你看 可是那怎么办 可是这也变成私生关系 然后他刚刚这边提到说 为什么换那么多老师 是因为我猜啦 可能他的老师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有 他可能有一些状况 老师请假 那老师请假以后 你要知道 你一般在企业请假就算了 可是老师如果请假的话 你不可能叫学校的老师帮你代课 因为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课 所以他必须要去外面找 他开学 如果开学老师临时请一个月 或两个月的假的话 那他找不到老师 他变成他只能去外面 随便找人来搪塞 就补进去 补进去的结果 就会遇到 刚刚他提到就是这种 来一些可能比较阿萨不如的 或是比较不会教书的 可是那个是请假是老师的权利 你不能说他今天就是生病两个月 你这两个人不能请假 但私校一定要想办法 因为私校他如果这样搞的话 学生就离开 他就没有学费 所以他们不可能 而且私校校家长比较会反应 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搞呢 所以私校他们怎么样 都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 对 这就是问题 好我们待会再聊 好幸福好时光 这是一个不太幸福的话题 也就是现在的疯狂私校草 好商周里面还有一个例子 因为他家里是有点钱 在科技园区有一个公司 他妈妈在女儿上学了三个月 也是念那个公立的学校才说 女儿边哭边告诉我 全班26个同学 有23个跟我借钱付完 然后妈妈就很吃惊说 因为那你为什么要借他们呢 他说我希望借出去 他们就可以喜欢我 没想到他 他就被当成学校的肥羊 他就情绪崩溃了 他就情绪崩溃了 然后跟导师说 导师说没有听过班上有这种情形 怎么会没有呢 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23个人都借钱 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形 告诉老师啊 后来他就转进一个距离家中车程 40分钟被形容成像你刚刚讲 管得比监狱还严的私立学校 每天6点40就搭校车 没收手机 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家小孩念私立学校之后 他就是每天就只有半个小时可以用手机 然后晚自习到9点 他说回家呢 就倒头就睡 但是这个女儿适应了 因为他觉得至少没有人跟我借钱 很安全 这什么故事 所以这里听到就是很心酸 就是说 以一个教学正常话来讲 你看他这么小的年纪 他应该是国一吧 从早6点40到晚上9点 其实我也看得很不忍心啊 这我听到我也觉得很扯 可是相反的 可是你看 比起来他女儿 原本23个跟他 我觉得23个他借钱也太扯了吧 总共才26个 加上他一个 就只有两个没跟他借钱 那个学校是怎么发生的事情 就有点可怕 我觉得他们那个是 就是有点 一个看一个 就是说 一开始跟他拿钱 反正都不用还 大家就学 看起来就很有钱 所以其他人就有样学样 然后就 其实小孩就是学习模仿力最强 我们家长真的会担心 比如说 我们家 我不能说念公立学校是怎样 可是 当然是青少年期的问题 可是有一阵子态度真的很不好 后来我发现 因为我们家学习对象 没有人用这种态度 那不是学校学的是什么 比如说看到你 你以后就知道了 女儿没有像四岁那么时候的贴心 他就看到你 跟你跟他讲什么 说要不要吃饭 没声音哦 那不要吃就算了 然后你跟他讲说 可以 应该睡了吧 你看我就这么温和 他就看着你 就瞪着你说 就好像恶婆婆在嫌媳妇 我那时候有一次我真的毛了起来 就 我跟他说你要去江湖调查看看 没有人敢对你娘这样说话 你是怎样 把我老虎当成屁吗 我真的发错过一次你知道 我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被他嫌弃到说 我讲什么话都不行 我已经是一个很不啰嗦的妈了 然后呢 这个有一阵子呢 我好想说好你不理我 然后我在念博士班 我就每天 我都不敢理你了 我就只好说 要吃同心再告诉我 我就在电脑前面开始打字 你知道一写就会写很久 他就去跟学校的辅导老师说 我妈不负责任 她在写博士论文 她都不理我 老师就找我去学校 那表示那个学校的老师很负责 马上就是 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么多 我都快崩盘了 我只有一个点 就是说 我自己就是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 我们要下一个结论 就是说 我希望 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办法 虽然我们自己在线上 可是 我不希望这个阶级的差距越来越大 就是说这个数字其实不是 对我来讲不是好事 他现在已经到15% 而且我相信未来 这个私立学校的比例 只会越来越高 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好事 因为 我平常去讲 我自己也是双心家庭 我们将来如果 女儿真的要念私立学校 我还是有办法去 勉强制议她这件事 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就是说 我不希望 就是说 当你没选择 教育竟然败坏到大家害怕的地步 对吧 不希望这情况发生 对 那我不希望 有人说那我们现在是美国化 可是我不希望 那变成是说 家境好的孩子 那出生就是 那我们以前讲的这种阶级的翻转 这都没有啊 所以 我自己 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办法 一些小孩子就是说 他就是摆明 就是说 我就在这里啊 反正我就是 不管我怎么调皮捣蛋 你也没奈我何 是 是真的啊 所以你说 不是我们公益学校老师无能 所以我们也想要管 可是 我们也有家庭 每个老师背后都有家庭 是的 他只要管得越深 管得越多 你知道 以前那年代是说 毕业典礼的时候 老师出去被看破天 那还是在毕业典礼那天而已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就是你随时随地走在路上 都有可能遇到危险 那你叫我们这些公益学校老师 亲和以堪 而且你是公民老师 我记得我们国中的时候 公民老师都要兼任什么 训育组长 训导主任 对 那就是等毕业典等的被打 以前 我以前是等的毕业典也被打 那现在不是 现在可能你随时随地走在路上 网路直接被盯上就被打了 我说我真的很害怕 连同学这一句话你都敢杀了 那现在有什么不能 事实上美国也常常出现 我问你 那些枪械没有管制 持枪去扫射的 难道是在私立学校吗 是 不是 就是都 在一个大家都可以进去的学校里面 怎么样保护我们这些公益学校老师 其实也是 我想要提出的呼吁 你知道我们连那个 就是暑假的时候 小孩不是要去夏令嶺吗 那 有个朋友提出来 就说去纽约 我跟我先生两个人 晚上真的两个都睡不着 心里想那个枪支没有管制 是 我们是不是要去一些 比较小白的地方 比如说去英国啊 去澳洲啊 这样我们的小孩至少会活着回来 好非常谢谢黄义忠 谢谢提出的这些思考 谢谢 谢谢